昨天晚上2021年 成都三星生活节启动 焦死大道也正式开街 焦死之环和天府双塔同步点亮 现场缤纷璀璨 我们来看成都焦死大道 它是横贯焦死公园商圈 既是交通要道 也是一条激发产业发展的活力线 焦死之环景观桥 是国内首座多元场景的人工天桥 它与天府国际金融中心天府双塔 构成了一环双塔的新格局 根据规划到2025年 焦死公园商圈基本形成成都 第二都市级商圈 2035年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核心商圈 我们再来看看昨天的开街现场 成都八大消费场景 也现场发布了 包括有地标商圈的潮购场景 特色街区雅籍场景 熊猫野区度假场景 公园生态油气场景等等 从不同的维度折射出了成都消费的多面魅力 不同的动作 你在哪里 滴 温壮